如果美國政府要整個香港的金融體系和銀行體系制裁的話 這基本上是接近核戰的 特朗普上場在論述上對我們一定是負面的 他一定是繼續唱衰香港說我們沒有一個兩制 說我們已經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已經變成跟其他中國城市沒有分別的地方 但對於金融方面 因為確實跟華爾街大佬的關係一直都不錯 他就未必在金融方面會做太多制裁或控制 所以如果你看一杯水比較好一點的半杯 可能在金融方面確實會有一些稍為正面的影響 你見美國股票當選之後升了不少 支持他的大老闆股票又升了更多 比特幣虛擬貨幣也都升了不少 所以如果你看實體經濟的話 對香港也好對中國經濟也好 確實是可能比拜登年代更加負面 但對金融發展來說未必一定這麼差 歡迎收看美國大選系列 今天請到鄧希衛教授跟我們談談 特朗普2.0時代開啟 香港會面臨什麼挑戰 特朗普加徵關稅的主張可能掀起全球貨幣 現在也有些討論是關於香港的聯繫匯率 其實衝擊香港聯繫匯率的機會大不大 一點都不大 第一 美國政府如果真的要整個香港的金融體系 和銀行體系要制裁的話 這個基本上是接近核戰的 它不是不可以做 但也等於它不可以扔個原子彈去香港 這樣是會很影響它美元的地位 以及它一直以來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至於我們會不會被一些風險投資 那些美國人去衝擊呢 這個也不會 因為金管局一直以來 自從九七金融風暴之後 做的準備是很充足的 外匯儲備我們仍然有很充裕的彈藥 去防備有可能的港元衝擊 所以我們自己做好準備 以及美國也看不到它會用到金融核戰 最後的殺手間這麼嚴重 在選舉之前 民主黨政府都已經宣布要限制投資 包括香港的中國高科技領域 其實都是延續回由特朗普政府 下來限制資金流向的政策方向 到特朗普再上場 是否都會沿用這個限制的路線呢 對資金流入香港的影響有多大 我猜特朗普對於拜登政府 已經出台的制裁也好 控制也好的政策 短期之內是不會減的 只會加的 特別是對於高科技 它所謂的美國優先 一定是會繼續控制 甚至打壓中國 包括我們香港境內的高科技發展 但是對於金融方面 因為確實它跟華爾街的大佬關係 一直都不錯 它就未必在金融那裡 會做太多的制裁或者控制 所以如果你看一杯水 比較好一點的那半杯 可能在金融方面 確實會有一些 可能正面 稍為正面的影響 你見美國股票 即它當選了之後 升了不少 支持它那些大老闆 股票又升了更多 比特幣虛擬貨幣也都升了不少 所以如果你看實體經濟的話 對香港也好 對中國經濟也好 確實是 可能比拜登年代更加負面 但對金融發展來說 未必一定這麼差 資金方面 會不會外資想在香港投資的時候 考慮都會多了 這件事的改變我覺得應該不會太大 一直都是有很多的考慮 拜登政府年代 已經有很多大的基金 特別是美國人退休 投資的那些共同金融 或者不同的 fixed income 的產品 都是被美國政府牽制著 直接控制或者間接 是有些壓力 是今時今日未必是敢投在香港 但是我覺得投資者 他到最後只考慮兩項 就是匯報和風險 如果我們自己做好金融市場 中國經濟希望短期之內 又會重新出發的話 他的風險那裡可能相對 考慮會比較少 其實你看9月底 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出台的 刺激經濟政策之後 香港股市又升了不少 很多的資金其實都是美國來的 特朗普在他第一任總統任期期間 取消了當行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還有一系列的制裁 事隔四年再做總統 會不會有可能進一步制裁香港呢 在高科技實體經濟包括貿易 會進一步制裁香港 在金融方面呢 剛才提到他和華爾街的關係 還有他覺得現在要真的打壓香港金融體系 對於他的美元霸權 以及他美國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來說 實際有一個長年的負面影響 所以我稍為覺得他對金融的控制 是未必想像中那麼恐怖 但對於實體經濟或者科技進出口 那些東西 我們要再好準備 他會隨時進一步將制裁或者控制的行動升級 所以其實他要限制香港的時候 美國自己的成本都比較高 限制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美國的成本都挺高 但限制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也好 或者一個科技中心沒有什麼成本 香港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小 但金融中心的地位 對他們的投資 對他們投行在香港的運作影響是相當大的 嗯 講回我們香港自己 之前有立法會議員說 其實香港現在在出口 製造業或者科研方面 都已經有很多的改變 不再是完全依賴一個地方 即是美國這個市場 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 會不會其實特朗普上場 其實都加速了我們香港 要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或者去發掘一些新的合作機會 是一直在進行的 政府特別是特首和財政司 帶了很多個團 去東盟又去了中東 那民間的企業 也有很多自己走出去 有些其實已經出去幾十年了 那些經驗 其實一直幫助一些新的 一些中型的企業 一度是 就是 將它的產業鏈也好 將它的市場也好 擴散到非美國 也都是非西方的一些市場 那東盟實貨大家都知道 在經濟的活力方面 還有它那個 人口的增長 還有它整個中產市場的增長 都是未來十到十五年 我們應該盡量去爭取市場分難 但是當然 東盟是十個很不同的國家 政治、文化、歷史 所有東西都不同 亦都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香港其實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將傳統的中西交流中心的定位 稍為改變 不是說我們不同的 就是傳統的歐美市場 或者歐美的人士 有交流有對折 而是要增加真正的 新全球化的國際中心的定位 譬如我們的大學 可以吸收吸引多些 這些全球南方的學者也好 學生也好 來這裡學習和交流 在生意上面 我們傳統的可能 很多是進出口公司 或者甚至乎銀行 很多時候都是 知識或者網絡 都是西方國家 或者在中國裏面 但是現在可能要慢慢 要考慮到 將他們的網絡 擴散了一些新興市場 我們對於中東的市場 認識其實都不夠 對他們的文化和宗教 認識都不夠 中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戰略性的一個地方 因為以色列和加沙的戰爭 和美國差不多是無條件的支持以色列 令到中共的局勢 一方面越來越惡劣 亦都令到更多的中東國家 未必那麼靠攏美國 所以從國家的策略 和香港的策略來講 這也是一個機會 怎樣可以和一些 和美國關係未必那麼好的國家 和他們的生意和投資者 做好聯繫呢 我們要主動一點 但是主動的前提 就是多些認識他們才能做到 所以對於特朗普上場 其實我們是不用這麼悲觀的 可否這樣說呢 特朗普上場 在那個論述上面 對我們一定是負面的 他一定是繼續唱衰香港 說我們沒有一個兩制 說我們已經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已經變成 和其他中國城市沒有分別的地方 這個是會比拜登更加敢去說 和敢去論述的一件事 但實際上呢 特朗普對於美國內部的 國家的整合其實是不好的 他是一個出名 和喜歡製造分裂的人 同樣時間呢 美國和歐洲的盟友的關係 歐洲裏面的盟友的關係 和亞洲美國的盟友的關係 應該是沒有拜登年代那麼好 因為他不是很主張 這些多邊多國的合作 還有如果他上台之後 他第一時間 將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去結束的話 就會減少歐洲不同的國家 本身自己的統一和合作 和美國的關係 從這些角度去看 全球很多國家可能因為這樣 而和美國沒有那麼靠攏 而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是一些新興的策略 或者經濟或者金融的合作夥伴 把握商十一優惠最後機會 現在只需要十一元 即可試用順報研發的全方位股票分析系統 以JFQ14日 裏面有很多工具幫你選股 長渣短炒都適合 快點訂購體驗一下 另一件事 眾議院在選舉前 已經通過法案 要求取消香港經貿辦的特殊地位 如果美國真的取消經貿辦的豁免待遇 甚至最終要關閉辦事處 香港和美國的商業往來 是否都有很大的影響 即我們的金融服務出口 是否都會受到拖 金融我覺得一路以來 就不是那麼靠經貿辦 但如果你說出口的話 由於貿易戰 我們已經很受影響 你見葵宗貨櫃碼頭 現在少了很多貨櫃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中國的出口 現在經過東南亞、墨西哥 再轉口到美國 而不是經過香港轉口到美國 你說沒有了經貿辦 對於宣傳香港 是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對於貿易 其實就未至於想像中那麼惡劣 因為我們一路是 作為一個中國的城市 我們沒有自己外交部 這些ETO 一路以來對於香港來說 就是宣傳香港 或者增加香港和美國不同城市的關係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沒有這些的話 軟實力或者我們的形象 會比較負面一點 更加會從負面的角度去惡化 就是這樣 但實質 影響金融、投資、貿易 我覺得就未如想像那麼大 其實有沒有一個可能 香港對於特朗普 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可能是一個 談判籌碼的角色 比較大 是否對我們的一些管制 一些設置的限制 是否有機會可以逐步放寬 其實香港也挺慘的 因為我們的定位 就是中美或者中西調良 這麼多年 所以如果美國政府要搞香港 或者打壓香港 其實看中那一點去抹黑 或者做一些措施的話 已經是相當有效 還有一個700多萬的人口 從經濟角度去弄壞你 它沒有太大的代價 除了金融 金融這件事 對他們的投行 對他們的投資人員很重要 但你說打壓中國的出口 例如光復 能源車 或者一些中間產品 對美國的通脹 對美國的經濟影響大很多 所以我經常覺得 香港是夾在中間 好像爸爸媽媽吵架 打個兒子 好像沒什麼成本 所以我們要做好自己的準備 也是盡辦法說回一個好的香港故事 最近香港官員 包括特首出來都說了 除了我們自己走出去說好香港之外 也都多些招攬他們來香港參觀也好 開會也好 做一些交流也好 有很多時候他們來到 包括自己很多外國的朋友來到 它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香港未如他們在報紙或電視機上看到這麼差 仍然很有活力 仍然很自由 仍然上網 所以這些事情我們要進取做多些 一直以來我都是去推動這件事 現在特區政府已經講明要做多些了 肯定未來會更加多的城市 可能每個星期都有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講多一些這些相對民間的交流 譬如學術方面 拜登政府和之前的特朗普政府 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你覺得接下來會是怎樣 接下來我覺得特朗普 到最後都是一個機會投資的人 一個投機的人 他會比第一任更加的進取 更加的想辦法控制中國 一方面因為中國過了幾年又進步了很多 特別是科技那方面 另一方面他公開都這麼說 他第一任做了四年總統 他發現他身邊很多人都不聽他話 所以他選擇一些非常支持他 或者很聽他話的官員 以及都相對年輕的 你看到都很想上位 這些內閣的官員如果想表現的話 他可能會做出一些很激進的措施 而他作為一個78歲的總統 他都可能不太理會也管不到 這是一個潛在危機 至於他相比拜登 拜登他會多些民主黨傳統的意識形態 或者對於多邊主義 特別是他的盟友支持的包袱 特朗普是沒有那些包袱 就相當於我們中國國家領導人 跟他談判的時候 就少了很多這些困難 可能可以說多些金融 貿易 或者做一方面的妥協 但是同一時間 在那個中美關係的形象 可以稍微做回正面一點 所以這個空間和自由度是大了 但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很傳統的政客 也都比較很難判斷 所以找這些人 他個人最重要就是負責 但實際上那些人 是會對美國或者對中國 長遠做一些負面的影響 他都不理會 你說十年之後 美國會變成怎樣 他都88歲 他不理會 他可能更關心的是 他的子女 或一些子女的老公老婆 能不能夠賺到錢 有否好的生活更多 我們都明白他們不肯來 不敢來 背後有一個壓力 有一個原因 我在商學院教經濟 其實不是一個敏感科學 但是有時候我請回 以前在美國的教授朋友 來香港開會 他都諸多理由去推堂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比較熟悉的朋友 特別去到中國相當認識 和相當友好的朋友 就跟我說 他說鄧教授 不是我不想來 我那間大學 現在要求我不可以帶手機 不可以帶自己的電腦 還有要過三四關的內部的 承認 我才可以來 以前我買張機票 你下個禮拜叫我來 我都要來了 現在你提了一個月 叫我來我也要做好準備 還有如果我帶不到電腦 我去香港 坐十多鐘樓飛機 我便在飛機上都做不到 我來到香港 連電郵都不可以回 這些不方便 令到他們來香港的意欲 大大減少 但是我又想說一件事 因為香港也有很多 以前在美國讀書 美國工作的學者 他們在美國 已經有一堆學者的網絡 透過這些 那些people to people 人與人之間那種信任 和那種一直以來的感情 其實我們要依靠這些人 去帶好中美的關係 希望它正常化 和比較正面一點 我自己發覺有一個 很有系統性的分別 就是我不認識那些 美國的學者朋友 他們差不多 很快就會拒絕我的邀請 來香港開會或者做研究 但是如果我認識那些 他知道我是一個可靠的人 他也知道 香港不是一些 這麼環境惡力的地方 仍然是自由的 仍然有學術的自由的空間 那些就來了 我們只能夠靠那些人 作為我們可以說 非正統的ambassador 一個外交使者 希望從人與人之間 不同的機構 特別是大學 去做好這個移軌 外交的策略 所以也是有出路的 謝謝你鄧教授 鄧希偉同時是信報專欄作者 想知他對全球正經局勢的最新看法 不妨訂閱信報了解更多 把握雙十一優惠最後機會 現在只需要11元 即可試用信報研發的 全方位股票分析系統 EJFQ14日 裡面有很多工具幫你選股 長渣短炒都適用 快點訂購體驗一下